A股牛年收官 开年首日及全年高点 护制牛年跌8% 炒股就看 权威 专业 即使 全面 祝您挖掘潜力主题机会 1月28日 A股迎来牛年的最后一个交易日 这一年的A股市场可谓牛头鼠尾 开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即为全年的最高点 今日 牛年最后一个交易日 已接近全年低点的行情收官 另外 A股蓝筹指数上证50 护身300两指数全年均下跌超20% 今日早盘 三大指数一度小幅反弹 尾盘再度走弱 盘面上 通信 数字货币 养殖等板块活跃 旅游板块掀起涨停潮 总体上 个股涨多跌少 两市超3200支个股上涨 赚钱效应较好 对于即将到来的虎年新年 从历史数据看 近10年春节前后的5个交易日 互指各有3年下跌 上涨概率均是70% 另外 春节前最后一个交易日的上涨概率较大 今年以来 A股持续走低 年初至今近4200家公司股价下跌 590家公司跌幅超20% 超1700支基金 净值年内跌幅超10% 未提振市场信心 据统计 季两日合计一方达基金 华夏基金 广发基金等近20家公募基金宣布自购基金 金额达12亿元 其中 由陈光明掌舵的瑞远基金表示 你申购金额合计不低于1.3亿元 有分析指出 美联储1月议息会议的书面文件中 给出的加息和缩表相关指引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但鲍威尔在发布会上表态鹰派 超预期的点在于他的年内加息超过4次 以及加息幅度持开放态度 导致市场的年内加息预期上升至45次 并引发资产价格迅速导向鹰派 鲍威尔上述表态后 资产价格也大幅调整 黄金几乎抹去近一周以来全部涨幅 美元指数重拾强势 这对于A股资产的估值端担忧开启 有机构认为 无论是从宏观经济和流动性环境来看 还是从当前股市估值相对性价比来看 如果不出现极端情况 劫后行情依然值得期待 指出 高位爆盘股娃解带来的情绪冲击 已经接近尾声 立即随着投资者对稳增长政策 以及经济起稳的信心不断强化 稳增长主线共识的不断提高 对市场的信心以及情绪也将获得提振 上半年行情的起点正在临近 月开证券则表示 劫前市场追逐确定性 劫后市场会转而追求高弹性 特质思路上 一是关注大盘股的表现 大盘股存在着较强的阶段性反向切换的需求 关注稳增长低估值主线 基建与地产链条的房地产 建材 家电等以及扩在需的休闲服务 食品饮料等消费行业 20全年关注中小盘表现 今年分母端的边际变化 对中小盘股走势形成支撑 稳增长显效阶段关注预期改善 与相对盈利增速占优的投资方向 高质量转型发展重点支持的能源转型 高端制造 数字经济等方向 则指出 短期可以确定的是政策的方向和意志 未来一个月有望持续看到 一系列宽信用和结构性货币政策落地 继续推进信贷增长 有关方面在避免哀莫大于心思 目前政策仍然留有充足空间 持续推进而且有加快加强推进的趋势 因此未来一个阶段内部环境 呈现边际改善的趋势 历史来看 因为非基本面因素被动减仓形成的急跌 都不是卖点而是买点 这一次我们认为也不例外 历史上元旦后到春节前 A股出现较5%左右 甚至更大幅度的调整后 大概率在节后将迎来不同程度的反弹 把握两条反击主线 一是宽货币宽信用继续加码 稳增长行情仍将继续演绎 二是当前部分优质成长股高景气 仍有基本面支撑 估值收缩有望告一段落 市场开始反映一季报预期 基本面进一步验证后迎来反攻